Life is life, life is an interesting journey of ups and downs But how that journey ends is up to you today You see, when you fall down, you feel like giving up When times get tough, it's not the end 他是世界著名的演说家 他遍访全球三十四个国家 演讲一千五百余场 他的演讲听众已达三百万人之多 他常说,没手没脚没烦恼 我自己创造奇迹 我们已经把时钟播回到了2010年的四月 一场精彩的演讲刚刚在这里结束 这一天,全世界文明的残疾人演说家 尼克胡哲举办的这次公益演讲 作无虚席 演讲的最后,他播放了自己出演的励志影片 蝴蝶马戏团 现场很多人流泪 有人甚至中途冲到台上 紧紧拥抱这位身残至尖 感动世界的好小伙 但是,散场之后的尼克 看起来却有些失神 为什么呢? 就在影片播放中途 当他望向人群时 突然,一双美丽的眼眸 瞬间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刺目相对之时,天雷勾地火 一股暖流呼的涌变全身 尼克知道,那是爱 散场后,尼克第一时间找到这名女子 激动,期待,无比真诚地问 把你的电子邮箱告诉我好吗 然而,女子只是淡淡地 给了她一个不好不坏的回答 哦,我有朋友认识你 过两天,我管她们要你的邮箱吧 这就是让尼克胡哲心动的那名女子 她叫公元佳苗 二十二岁 拥有日本和美国的双重国籍 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墨西哥人 这样的结合造就了佳苗 独具风情的美 佳苗是学护理专业的 当时在美国 记住在朋友家里 没找全职工作 平日里帮朋友带带孩子 这对朋友恰好也是尼克的朋友 尼克那时候也定居在美国 她太美了 见到佳苗之后的那几天 尼克都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每天一次又一次地打开邮箱 却没有任何佳苗的消息 一晃就过了三个月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这个样子怎么敢奢望爱情呢 这三个月中 尼克曾几次想去朋友家找佳苗 但一想到自己的生活 就没了勇气 生活自理都如此艰难 怎么照顾别人 照顾一个家庭呢 尽管有着自己的事业 有了名声 有着对爱情的渴望 但对于婚姻 尼克从不敢奢望 谁有勇气 接受一个没有四肢的人呢 尼克曾经体会过丹恋的失落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受打击了 据他父亲回忆 在尼克八岁时 他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知道有些人 能够顺利地获得真爱 有些人不得不挣扎一番 才能找到人生的伴侣 而我注定属于后者 然而让尼克万万想不到的是 此时公云家苗已经爱上了他 我手上的这份档案 是2007年11月29日这一天 美国伊利诺伊州各大报纸 都在转载的一则新闻 难以置信的生命的故事 将在星期一的七点 在凹托中心上映 这是尼克胡哲的故事 他生来没有双臂和双腿 然而却超越生命的极限 数以亿计的人 为他的故事深深感染 我们看到这还写道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演讲或胡哲的信息 请登陆以下博客 没有四肢的生命协会 没有四肢的生命协会 是尼克发起的工艺组织 而学习护理专专业的工员加苗 是个爱心满满的小清新 他很早就已经关注到尼克胡哲 为他的事迹 公益行为和他温暖的笑容感动着 与尼克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并非是加苗第一次去听尼克的演讲 目前尼克每年都要接到 三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 没有四肢的生命协会 在2005年正式确立 这个组织成立之前 尼克是一个职业演讲家 以演讲为生 后来他将这个组织 发展成一个公益机构 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 尼克和他的团队 在全球25个国家内 组织了近千次访问 尼克走访监狱 戒毒所 难民营 为灾区的孩子筹集善款 他虔诚地祷告 令沉迷毒品的人获得希望 令青少年走出青春期的心理困境 人们在尼克的演讲中 欢笑 哭泣 呐喊 但是 现如今的功成名就 绝非一蹴而就 在尼克刚刚踏上演讲之路之时 困难重重 从19岁开始 尼克给澳大利亚的各个学校打电话 推销自己的演讲 但据他回忆 他是在被拒绝了整整52次之后 才获得了一个五分钟的演讲机会 而这次演讲 他只挣得了50美元的薪水 那么既然演讲这份职业如此艰辛 拥有经济学双学士学位 身体残疾的尼克 为什么还要选择走上这抛头露面的演讲之路呢 尼克的演讲梦蒙发在17岁 那一年 美国著名演讲家雷吉 来到尼克所在的高中演讲 这名黑人演讲家告诉尼克 自己是一名妓女的私生子 一辈子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 但最终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写了命运 那时尼克还沉浸在自己身残的痛苦中 他不知道自己不正常的身体 该如何继续日常的生活 但坐在观众席上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人生路亮了 竟然有这样一种职业 可以如此鼓舞人心拯救灵魂 从那一刻起 尼克立志成为一名演讲家 怀揣着梦想与希望 尼克的演讲之路启程了 然而现实却再一次地将它拒之成功门外 所谓梦想往往渴望而不可及 何况对于像尼克胡哲这样有先天缺陷的人 是就此沉沦还是重拾信心 尼克的演讲之路会何去何从 档案正在揭秘 所谓梦想往往渴望而不可及 何况对于像尼克胡哲这样有先天缺陷的人 现实中有太多的限制 阻碍着他的演讲梦 我手里的这份档案 是尼克在2011年出版的自传 人生不设限当中的一段记录 我们为您摘录了下来 我刚开始演说生涯的时候 通常连一个听众也没有 我会拜托学校和某些团体给我机会 但通常遭到拒绝 理由是我太年轻 没有演讲经验 或是外形太奇特 在布里斯班的某所学校演讲时 我顾虑重重 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离开学校时 觉得自己就是个笑柄 我的名声全毁了 尽管尼克是个乐天派 但经历了这几年间 接二连三的嘲笑和排斥 让他的心态 一下子回到了自卑的童年 残障外形似乎成了阻碍 他与外界的一道屏障 尼克一度想放弃 做演说家的梦想 他颓废的想 难道我注定失败吗 然而就在25岁的那一年 一次相遇 将尼克引回了今天的这条成功路 那次相遇 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间小教堂 那一天尼克到这里做演讲 像往常一样 没什么人来听 尼克很沮丧 但就在这时 一对眼含热泪的父母 向他走来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 一定会像你一样的出色 是你让我们看到了未来 这时的尼克才注意到 在这对父母的怀中 有个小强宝 而强宝中的孩童 正是一个和自己一样 一个没有四肢的小男孩 尼克后来回忆说 那一刻望着孩子清澈的眼神 他瞬间找到了指引 当你感到伤痛时 就去帮助那些和你一样伤痛的人 抚慰他人的心灵时 你的心灵也会得到治愈 而这一幕成就了今天的尼克胡哲 他决定从一个演讲家 转变为一个公益慈善的倡导者 做公益要靠号召力 要能有打动人心的本事 那么一度被排斥的尼克胡哲 怎么突然变得被全世界追捧了呢 尼克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过 人们都不敢拥抱我 因为他们可能一不小心就把我抱回家了 我不用担心犯法 因为无论怎么样 我的双手也不会被靠起来 女孩子和我在一起总是很放心 因为他们不用担心 我把手放在他们身上 没手没脚 成为尼克独特的幽默方式 他发现当他开玩笑的时候 人们不再关注他的外表 反而和他更加亲近 他开始用笑话解痛 他的乐观和他不平凡的经历 打动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越来越多的机构 向尼克发出演讲邀请 在自传里 尼克胡哲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他说 这个细节是他彻底改变心态的转折点 什么细节呢 有一天尼克正待在家里 他的妹妹抱着一只小狗进来了 小狗一看见尼克的那只小脚 以为是什么吃的 立刻扑上去不停地舔 尼克气得够呛 用力地撵着小狗 妹妹却看乐了 他开玩笑地说 哥 你看你 长着一只小鸡脚 你那小鸡脚还挺可爱啊 为什么不能把他变成欢乐的调侃呢 后来 尼克曾在自传中说过 正是妹妹的这个善意的玩笑 逗乐也逗醒了他 既然不能改变 何不笑对残缺 靠着幽默和机制 尼克很快鸣声四起 他的感染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和关注 最值得一提的关注 恐怕就是公园家苗的目光了 尼克鼓起勇气 对家苗发起了爱情攻势 而年轻貌美的家苗又会如何应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家苗爱上了尼克呢 小鸡脚抱得美人归 这段并不被外人看好的恋情能否修成正果 当案正在揭秘 见到公园家苗后 尼克胡哲就每天守在电脑前等他发邮件 一等就是三个月 这一天他无意中浏览起自己写的一篇演讲稿 其中写道 我没有等到奇迹降临 是我自己创造了奇迹 人生中除了身体上的缺陷 我没有哪件事是等来的 爱情也一样 2010年7月 尼克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达拉斯 去到家苗寄住的朋友家找他 那天家苗不在 尼克表面上是登门拜访看看老朋友 实则没聊两句 就开始聊起了家苗去哪了 他好不好 他挺好的 今天没在 和他男朋友骑自行车去郊游去了 老朋友一边漫不经心的回答 一边给尼克倒咖啡 可尼克哪喝得进去呀 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了 一时间 尼克真心感到五雷红顶 我真傻 真的 他那么漂亮 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尼克像泄了气的球 探在了朋友的沙发上 忘了吧 忘了他吧 他怎么会看上我这么个怪物 就在这时 家苗回来了 当那个让尼克三个月来魂牵梦绕的双眸再一次望向他时 他彻底失控了 他哪里还能忘记他 他渴望一辈子都能跟这双眼睛在一起 尼克忍不住了 他开口问 公元小姐 如果我提起咱们相遇的那天 你会想到什么 让尼克万万想不到的是 家苗毫不迟疑地回答 想到我们的眼睛啊 我不得不说 当我们看着彼此的那一刻 尼克 我产生了某种感觉 我有点害怕 因为对别人 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天呐 这难道不是一句告白吗 家苗说 他对尼克是一见钟情 咱们来听听当事人自己怎么说 故事讲到这儿 您可能会问了 既然家苗也对尼克有好感 那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联系尼克呢 原来 当时在演讲现场 家苗的姐姐也和尼克有过交谈 家苗误以为尼克爱上的是自己的姐姐 随后的几个月 就在尼克等他时 家苗正在经历一场失败的恋情 他和男朋友还没有彻底分手 不知该如何处理对尼克的好感 这一幕发生的两个月后 已经和男友分手的公元家苗和尼克走到了一起 大美女垂青残疾小伙儿 小鸡脚抱的美人归的消息 很快成为新闻 家苗为什么会和尼克相恋 有些人猜测 因为尼克是个大名人了 正常女孩和残疾男子相恋 可以博人眼球 公元家苗选择和尼克在一起 是为了炒作自己 让自己出名吧 然而在和尼克相恋的时光里 家苗行事低调 他的照片很少公布在网上 媒体也没有挖出什么更多的个人资料 面对周遭猎奇怀疑的目光 家苗只是希望他和尼克能像普通恋人一样 平静地享受二人世界 当然也有人会说 既然家苗不是为了出名 那也许是因为尼克的财富吧 尼克是举世闻名的演讲家 举办过那么多次演讲 又有自己的慈善机构 一定是个富翁 然而尼克并没有多少钱 2011年 他为了发行公益歌曲《三星末》 还背上了五万美元的债务 当时尼克对女友家苗心怀愧疚 我把我破产的消息告诉他 他却说没有关系 他可以做护理工作 养活我们两个人 我觉得他就是我要娶的妻子 加苗的态度让尼克深受感动 既然吸引加苗的不是尼克的名气 也不是尼克的财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加苗爱上了尼克呢 我和其他男人交往过 注重外在令我感到厌倦 当我遇到尼克时 我感到他可以成为我的丈夫 也许他没有完美的外在 但是他完美的适合我 其实加苗一直对尼克欣赏有加 尼克对生活的斗志 对弱势群体的爱心 令加苗钦佩 看着尼克站在演讲台上 那双温柔的蓝眼睛 加苗就已经坠入了爱河 加苗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过 在我眼中 尼克和别的男人一样 并且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一场超越世俗的爱恋 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这一天 加苗和尼克安排彼此的父母见了面 两人要把打算结婚的消息告诉他们 这时加苗的爸爸已经过世 在他五岁时父母离异 加苗是妈妈一手呆大的 尽管站在过无数的讲台上 但这一天的尼克要见到岳母的尼克 却有些怯场 尼克反复地问加苗 你说你妈妈她会同意吗 谁能放心把自己这么漂亮健全的女儿 嫁给一个没手没脚的人呢 据尼克的自传记载 为了博得墨西哥裔的岳母大人的好印象 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段墨西哥的舞蹈 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解说 加苗的妈妈根本没看出来是舞蹈 但她却很喜欢这个乐观真诚的孩子 事实上加苗的妈妈早就知道了尼克 她知道她虽然没有四肢 但是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 生活完全可以自立 她知道加苗喜欢跳伞 尼克就陪着她一起体验纵情于蓝天的喜悦 她知道为了加苗尼克愿意突破她自己的极限 在她看来恐惧才是最大的残疾 尼克尽管没手没脚 但她却能给加苗她想要的安全感 加苗的妈妈最终同意了她的选择 然而让尼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却不同意 尼克的爸爸妈妈说 与加苗的爱情让他们很忧虑 他们担心加苗只是一时的冲动选择了尼克 毕竟常人选择一个没有四肢的人相守一生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时的勇气 当着加苗的面 尼克的父母尖锐地问道 尼克他患有海豹之症 假如以后你和尼克的孩子也没有四肢 怎么办 加苗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甜甜地说 我们想要五个孩子 即使我们的五个孩子都没有四肢 也没有关系 因为尼克会是他们最好的榜样 2012年2月12日 30岁的尼克和24岁的加苗举行了婚礼 婚礼当天 尼克将结婚戒指含在嘴里 一点一点地泡在了加苗的手上 尼克说 当神父问他是否愿意嫁给我时 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 人生的精彩或许就在于此 开端你无法决定 但结局总能被创造 结婚后 加苗悉心地照顾着尼克 全身心地支持着尼克的演讲事业 尼克和加苗的相亲相爱 打消了人们的质疑 当他们出现在大街上时 很多人不禁感叹 真好 我们又相信真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more 2012年2月12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场特殊的婚礼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婚礼上 这个四肢全无的年轻人 望着漂亮的妻子激动地说 虽然我没有双手去拥抱我的爱人 但此时此刻 我能用我最真挚的爱 拥抱他的心 很快 这一幕传向了全世界 手机里 网络上 电视里 这动人的幸福 感染了全球各地的人们 因为这个笑容灿烂的小伙子 是一个半身奇迹 他被誉为是活着的雕塑 是被上帝背着的人 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t's not the end It matters how you're going to finish And you will find that strength to get back up Like this 尼克胡哲 著名演讲家 天生就没手没脚 却将足迹踏遍全球 他所导致出 他动人的演讲 无不激发人们的斗志 他小小的身躯 他坚强的意志 一次又一次地 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尼克胡哲 是如此自信洒脱 他的幽默机智 甚至会让人忘记 他有着明显的身体环境 尼克胡哲 一出声就没有双臂和双腿 只是在躯干的右下方 长有两个脚趾 这种罕见畸形 被诊断为海豹之症 不明思义 就是指像海豹一样 四肢短小 甚至是没手没脚 海豹之症 1959年被发现 患而多因母亲在孕期 不适当使用止吐药而患病 这种先天性疾病 非常罕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 研究数据显示 从被发现至今 全球只有不足两万名病例 而这种病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几乎没有治愈的先例 由于患儿先天缺少的 器官和神经难以再生 所以得了这种病的孩子 一般很难维持寿命 1982年12月4日 这本该是妮扣一家 充满喜悦与感恩的日子 而这一天 没有梦想照进现实 没有期待后的惊喜 也没有爱的抱抱 这是尼克的母亲回忆起 她第一次见到儿子时的反应 那一天 在揭开墙堡的一刹那 尼克的母亲彻底崩溃 她拒绝给孩子喂奶 拒绝抱她 尼克的母亲本身就是护士 她很清楚 该怎么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尽管没有家族病史 没有孕期意外 没有任何生产问题 但悲剧还是出人意料地 降临在了这个家庭 而小尼克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而至于尼克的父亲 他甚至忍不住跑到病房外 呕吐起来 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会是这个样子 尼克的父亲是牧师 据他回忆 尼克出生后 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夫妻俩失魂落魄 每天抱着尼克 从早到晚待在教堂 医生告诉他们 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活不过十岁 绝望笼罩了这个家庭 年轻的夫妇 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 和这个孩子的未来 但是现实往往是如此 尽管艰难从天而降 但生活不得不继续 半年之后 尼克的父母振作起来 他们打算给这个特别的孩子 一个特别的家 他们要用满满的爱 来填满他的缺失 如何抚养这样一个孩子长大 尼克的父母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尽可能地 把他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 尼克的父母 并不是想给尼克装上甲脂 让他看起来正常 他们最希望的是 尼克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这辆轮椅是尼克的父母花重金 耗费了一整年的时间 为他量身定制的 尼克的家庭并不富裕 供应尼克所需的一切并不容易 父母两人都不能辞了工作 因为尼克的花销 要比一般的孩子大 同时他们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 照顾尼克的起居 但不论日子有多难 尼克的父母从不会让尼克看到他们的艰辛 他们竭尽全力为尼克营造一个快乐的童年 不让尼克产生任何与众不同的感觉 为了让小尼克洗澡的时候不会溺水 尼克父母专门聘请教练 训练他的水星 但是他们会告诉尼克和邻居们说 这是让尼克学游泳 让他多一个玩的项目 被父母浓浓地爱包围着 尼克从未感受到自己有什么不同 他无意间的小搞笑总会蒙翻全场 在我们能收集到的尼克幼年的影像中 几乎所有的照片中他都在笑 没手没脚的尼克总会把巧克力吃得满脸都是 每次他都会边吃边乐地说 看吧 我吃得最多最卖力气 而当别人好奇地盯着他打量时 他不但不感到奇怪 反而会调皮地问母亲说 他们总是看我是不是因为我最可爱 每每听到这儿 尼克的母亲总会捧起他的脸大声地说 是啊 儿子 你最可爱 然后忍不住搂紧尼克的大脑袋 然而在夸赞声背后 是难以言表的苦涩和多况而出的泪水 看着小尼克天真的笑脸 他的父母是无尽的担忧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尼克的这份天真和可爱 他们知道小家伙早晚是要发现自己的特殊 早晚要面对那个残酷的真相 欣喜而去 沮丧而归 终于得以上学的尼克胡哲 又将面对怎样的校园生活 现实残酷 纯真不在 在那个没有父母庇护的校园 尼克胡哲如何排挤日益膨胀的委屈与怨恨 每个夜晚总有一个小小的身躯扶在床前 恭敬地祈祷着 天真浪漫 无知无畏的童年 十岁的尼克胡哲为何会选择自杀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小尼克渐渐长大 父母对他的成长也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上学 这张照片被刊登在1989年6月19日 澳大利亚当地的一份叫做 《时代的》报纸上 标题为融入主流 使残疾男孩茁壮成长 主流二字是这份档案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如何让一个这样的孩子 进入正常的学校呢 早在两年前 尼克的父母就开始为尼克上学的事 到处奔波 他们辗转于多所学校 多次被拒绝 他们的坚持最终说不了 尼克现在就读的学校 使尼克成为了第一批 进入主流校园的残战儿童 照片上的尼克坐在轮椅上 满脸的欢喜 他靠着妹妹 对校园充满了期待 尼克的父母看着他一脸的期待 有欣喜也有担忧 欣喜的是两年来的奔波 还是值得的 担忧的是 没有了父母的宠爱与包容 尼克是否能够融入那个 不像从前那样单纯的 全新的环境 杜卡许女士 将自己儿子的校园记录 视为一个成功的故事 作为融入主流学校的残战儿童 尼克已经在校园里如鱼得水 报上用如鱼得水来表达尼克进入主流学校后的校园生活 这个说法似乎让人觉得小尼克融入主流学校很轻松 可事实却远非如此 小尼克步入校园的第一天 学校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那么新鲜 当然他对于整个学校来说也特别的新鲜 尼克坐着轮椅穿过校园去往教室的这一路 很多学生围着他追着他看 还有不少孩子冲着他大叫怪物丑八怪 到了教室 所有的孩子都坐在书桌后面上课 只有他自己突兀地站在书桌上 用仅有的两根小脚指头写写画画 上学后的尼克 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 也终于明白大家盯着他把量 并不是因为他可爱 而是因为他的样子怪 年幼时尼克曾天真快乐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可当父母费了好大劲把他弄进正常学校的那一刻 快乐却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真相 每个夜晚总有一个小小的身躯伏在床前 恭敬地祈祷着 上帝请赐予我手臂和双腿吧 外形特殊的尼克没有什么朋友 没人愿意跟他玩 委屈和怨恨悄悄地在小尼克的身上膨胀 多少次他哭着回到家 大声质问母亲 为什么他生下来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命运对他会如此不公 尼克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们总是安慰尼克 上帝爱每一个孩子 上帝会带来奇迹 这句话小尼克真信了 他每天都会摊在小床边 祈祷奇迹的发生 临睡前 尼克总要嘀咕一句 上帝加油 然后满心期待地进入梦乡 然而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 当他满心期待地蹭向镜子时 一切还是那么的残酷 什么都没有改变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吞噬着尼克对生活的热情 即使是一直在鼓励和支持他的父母 也很难理解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伤痛 他受不了了 我们找到了尼克的日记 其中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 我们为您摘录了下来 十岁那年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我爬进浴缸 把水一点点地放满 我想着应该如何淹死自己 我试着吐出肺里的一点空气 想着如何再翻个身 让肺里再吐出多少空气 倒数着十九八七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爸爸妈妈在我的坟墓边哭泣 七岁的弟弟亚伦也在哭 他们悲叹地说都是他们的错 我无法忍受让他们终身悔恨 我太自私了 尼克的头渐渐从浴缸中浮上来 尼克他想 为了爸爸妈妈 他不能就这么死了 然而那个时候 尼克并不知道的是 他根本是想死都死不了 由于石有躯干 尼克的肺部占缺了他身体的八十 所以他根本无法下沉 后来尼克又试图自杀两次 求死的念头一直纠缠着他的内心 他不想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 同时又对现实感到无力 当父亲把他抱在腿上时 他总会盯着爸爸的腿说 你们有的我都没有 每当这个时候 尼克的父亲总是安慰他说 孩子你没什么问题 你只是特别而已 而尼克却抽气地说 我不想要特别 我只想和大家一样 和大家一样啊 那么从死亡边缘再回到现实生活的尼克 该如何面对以后的日子呢 而在最后的日子 10到3 在晨晨 我说我不能做这个 如果一个人再次骗我今天 那是它 我会给你了 我坐在我的车上 我的 BMW 7 Series 我的父母 有一个女生 她叫她 我认识 我认识 她来到我 她说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今天看起来 看起来 我说 你能够救人 你能够救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一句鼓励 唤醒了尼克绝望的心 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句话就像是救了我的命 我突然意识到 要想让他们接受我 我必须先接受我自己 既然这个世界 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我 我为何不能再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呢 从那一天开始 尼克在学校的精神状态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他越来越自信 不仅不再惧怕同学的挑衅 甚至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架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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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的勇气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的乐观积极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孩子 他甚至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 一九九六年 七年级的尼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 他提出的举办轮椅赛事 让残障同学参与校园的活动 最终让他赢得了竞选 成为学校有史以来 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学生领袖 从死亡边缘到父母的鼓励 从被排斥的怪物到学生领袖 尼克胡哲怎样迈出他蜕变的第一步 这是尼克第一次打架 打架总归不是好事 但这次出手 却改变尼克的心 四肢全无却自理生活 日常小事背后 又隐藏着尼克胡哲怎样的坚持与决心 尼克用他的行动证明 旁人可以做到的 他一样可以 学业有成 才华横溢 考取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位 尼克胡哲为何拒绝金融行业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 最好奇的还是尼克如何生活 对于正常人来说 倒杯水做顿饭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可对于没手没脚的尼克来说 这些日常的动作要比登天还难 尼克的卧室与一般人的房间不同 这里边会多出很多特别的小物件 首先是高尔夫球杆 行动困难的尼克怎么会用这样的运动器材呢 事实上每天尼克都会用它来帮助自己开灯和开门 还有梳子和刮胡刀 尼克是为自己设计的固定的梳子和刮胡刀 尼克是为自己设计的固定的梳子和刮胡刀 而刷牙这个动作尼克是练习了31次才学会 每一天的日常细节尼克都经过了千锤的细节 摔倒了 但从头开始 尼克用他的行动证明 正常人可以做到的 他一样可以 尼克总是开玩笑地说 自己大部分的日常动作都是用脑袋完成的 所以额头上的那块皮要比脚后跟还要厚 2003年 21岁的尼克从格利菲斯大学毕业 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位 尼克就是像这样把笔套在他的小鸡脚上 考取格林菲斯大学会计和财务规划的双学位 尼克说 有人问我真的快乐吗 我说是的 因为我对人生的三个真谛 价值 目标 宗旨都很清楚 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所以我很快乐 无论怎样满足于你所拥有的 有我就很珍惜我的小鸡腿 不要放弃 爱别人 每天向前走一小步 你一定可以完成人生的目标 找到自信后 尼克每天向前走一小步 他自己投资 炒股 成立公司 很快成为了一名成功人士 获得澳大利亚年度杰出青年称号 尼克说 接受自己是他童年完成的 最重要的命题 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 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 真正改变命运的 并不是我们的机遇 而是我们的态度 I look up to the sky I feel the warmest light Comfort me I've seen the great heights 成年后的尼克胡哲 仍然像小的时候一样 每天在床前祈祷 但他已不再祈求上天 能赐予他手 赐予他脚了 取而代之的是感恩 Ey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s that with you? You scared you leave me here? I think you'll manage 2009年 尼克自我救赎和战胜命运的故事 被搬上淫幕 在这部短片拍摄时 尼克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演讲家 而这部影片也为尼克收获了爱情 那么拥有金融专业双学位的尼克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抛头露面的职业呢? 他的爱情故事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Just the way you are You're beautiful Just the way you are You're beautiful U love you